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对于这一步事情来说我个人其实非常感兴趣 它作为上系自己的首款产品 然后定价也是属于三四十万区间这样一个定位 对这款产品软硬件实力可靠性以日常使用的驾驶感受 它的操控驾驶性是我个人是非常关心的 但目前来看它所属的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 比如说像进口的新司力特斯拉 还有国产新际魏小李 威马 哪吒 飞凡 阿维塔等种品牌 都相继进入这一份细分领域 这家企业是在2020年12月25号成立的 目前它的股份的一个架构应该是上系集团 张江高科 还有阿里巴巴 那实际上明眼都能看出来 大体上还是属于上系集团的 所以它基于上系集团的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 来去打造一款高端的产品 我觉得印象中或者理论上应该不会差 产品的优劣 我们还是要实际的摸一摸 看一看 它的产品里到底如何 外观设计上呢 因为也是上市一段时间的产品了 就不再着重跟大家详细的去解读它的设计了 上系集团对这台产品呢 厂家是很努力的 在为这台设计赋予它的个性 智能化 它的运动化 以及更加高端化的形象去做努力的 它的整个设计属于扁宽扁宽这样一个造型 它的运动和优雅之间的一个平衡的设计 做得相当的到位 车宽是它的优势 但实际上呢 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其实这么宽的一个车身开起来 会不会有压力呢 另外这台车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确实很溜背的造型 很好看 所以我一直都说溜背 它不先背的话 它的后备箱空间确实不够实用 对于一部纯电动车型来说 有了电池的一个加持之后 会不会变得臃走 但实际上从侧面看这一部自解27来说 看不出太多十分臃肿的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如果你打开车门 还是能看到底盘较厚的这样一个设计 OK来到这一部自解27的一个车厢内部 能感觉到这台车在用料 科技感 智能化 以及高级感 豪华感的氛围的营造这个部分呢 做得相当的不错 符合40万级的豪华的纯电轿车 应该有的这种品质感以及高档感 四块屏幕真的是野花缭乱 显得有点繁琐 并不像早前我给大家体验过那台Moto 3P 看起来的那么的简洁极致 可能这个部分呢大家因人而异吧 有些朋友就喜欢那种极致的 有些朋友会喜欢这种堆料的 对吧 但这一台自解27呢像是堆料的这种性质 上面这两块屏幕是连在一起的 中间其实会有一些过渡 比如说这个地方主要是显示一些娱乐相关 以及地图相关那这一边呢大部分都是显示 关于驾驶相关的信息非常直观明了 无论UI界面以及操作逻辑布局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一套系统的成熟度并不像是一个新品牌 刚开始出来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水准 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中间牌下方这个屏幕 集成了大部分关于驾驶舒适娱乐 所有的功能都在这里面 所以这台车也是一台 极度依赖于屏幕的一台设计 它的耐用性和可靠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尺寸芯片这个部分呢 这一台车采用的是8155的芯片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是算力还是各方面 都是符合主流的水准的 实际的体验过程中 我会发现一不足的点 就是这一台车的地图 用手在拖拽的过程中 发现它不是那么的灵敏 这个是我觉得不足点的地方 另外呢 这一台车的方向盘 多功能这个区域的按键 跟喇叭的按键呢 其实这两边的这种过渡区间 并不是特别明显 特别容易误操作的比较明显 另外一点就是 门板上这个关于车窗升降的功能 它用的是一个压杆式的设计 操作起来呢 其实会有误操作 或者是操作不到位 或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 而且呢 实际上每次我到这种 收费站的时候 我们放下来 有时候一按就容易失误 或者是上下有时候 要多按几次 才能把一次性的操作 把它操作完 所以这个配置呢 看起来好像很高科技 但实际上呢 操作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用 人体工学这个部分呢 屏幕的布局啊 以及储物空间啊 各方面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座椅的这种长度啊 其实也是适中的 软硬程度 我觉得整体偏硬 然后靠背呢 包裹性还可以 但是呢 整体也是偏硬朗的 一体式的头枕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挑不出太大的毛病 座椅的配置这个部分呢 比较有顶了 比如说向前向后 靠背按摩 通通加热 都是具备的 而且有记忆功能 配置属于一个满配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方向盘也是电动调节的 但我发现一个人体工学 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这一台车的 座椅调节这个部分的按键 我的手放进去 会跟门板上这个储物板 会有一些摩擦 会有点硌到手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区间设计的不够合理 另外呢 这门板上的 长条储物格呢 也是比较小 所以放不了太多的东西 所以实用性 我觉得做的一般 储物空间这个部分呢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槽 可以放置一些物体 这里有一个眼镜盒 然后这里有一个无线充电板 这是升降的 这里呢 两个杯架 这边呢 是一个比较大面积的 中央扶手箱 里面做了一些 帆毛皮的设计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呢 这台车我会发现 一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无论是门板上的扶手 还是手套箱上的扶手 整体都是偏硬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确实在舒适性方面呢 确实做的不够好 这个屏幕很大 给驾驶员跟副驾驶 实际的使用空间 并没有想象那么大 我觉得这也是 目前大部分的 纯电动车型以及车型都存在的问题 OK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步 自己L7的一个后排 前排是我调一个非常舒适 个人习惯的一个坐姿 偏低偏靠后 以我的身材 实际体验 腿部空间两全四指 头部空间方面呢 相对来说会差一点 只有两指有一点点富裕 我的脑袋的左侧 其实离这个车顶的重量 其实是比较近的 后脑勺 其实离整个车顶的横梁 是比较接近的 坐在这里会有点压抑的感觉 而且呢 以我身材坐在这里 我的事件 其实已经聚焦在了这个重量上面 已经高于车窗的视线 这一台车的后排的坐姿 是要比前排高一些 所以坐在这里 会有一点点压抑的感觉 过去体验这么多纯电动轿车 就没有一台做得好的 那么自己L7 依旧也是没有做得好 我也希望说未来哪一家车型 在出一款纯电动轿车的时候 能解决这个数值方向 纯电动轿车做不好的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这一台车的坐垫 偏薄偏高 这样一个设计 外面的蒙皮 算是偏软的 但里面的填充物偏硬 然后靠背也是偏挺 然后填充物也是偏硬朗 所以整体给人的感觉 坐在这里 有点半蹲着的感觉 中间这个位置 坐垫跟两边是平起的 但坐垫的这种造型 会有一点奇怪 因为为了营造两侧 这种比较舒适的宽大的椅形 然后势必会牺牲中间这个位置 坐垫的一个造型 有点凹凸不平 坐在这里会有点不舒服 成年人乘坐 短时间还可以 但长时间可能不行 小朋友坐是没有大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台车中间位置 是没有头枕的 减配的一个地方 这台车配置部分 一个互联数温口 对吧 然后两个Type-C的一个接口 加热 电动门 然后车窗的开启方式 依旧还是按压式的 但是没有一个扶手跟挂钩 我觉得一个车设计 确实你可以往豪华 往各种方向去做一些炫的地方 但最基本的实用性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要得到保留 这台车你发现 前排跟后排 都是有没有扶手的 我觉得实用性的部分 我觉得自己 未来的工程师应该要关注一下 OK 我们现在把这一部 自己LC的事情 开起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台事情 在动态层面的一个体验 首先常规的跟大家报一下 硬件层面的一个参数 前后桥 各一台永迟同步电机 前桥的这一部电机 最大功率能做到175千瓦 最大扭矩能做到250牛米 后桥那部电机 能做到最大功率 250 最大的扭矩能做到475牛米 官方指示 这一部车型 0百的一个加速 能做到3.87秒 如果放到四字万级 这个级别的车型里面的话 它这个参数 确实已经是 较为优秀这样一个水准了 比它强的 目前来看 只有我们早期给它 试驾过那一台Model 3P 以及保时捷的Taycan的Table S 加速会比它强一点 那其他的 几乎都不是它的对手 这一台 ZG L7 它的售价呢 是要比未来ET7 要稍微低一点 然后呢 比Model 3P稍微贵一点 但是呢 实际上来看 它的动力的一个加速成绩 确实还是不如 价格更低的 Model 3P的 以它这个动力来去推动 这一台车长超过5米 轴距3100 这样一台车型 对吧 足够用 表现还是较为不错的 并没有感觉 这一台车的动力上 也会有疲软 或者不足的这一面 由于它的车宽的优势呢 所以它的电池做得足够大 它的电池能提供 93度 确实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来着 它的电池是 3云里的电池 那电芯呢 是上汽时代提供的 所以呢 这一部车型在 电池电机 等核心零部件这个部分呢 都有布局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是上汽 在打造这个自己品牌的时候 也是深思熟虑了 并不是说 突然的一个产物 这台车型 驾驶模式提供几种标准 舒适跟运动 如果你只是在城市里面去开的话 我个人呢 还是非常喜欢 舒适模式下的 无论是电门踏板这种柔和程度 还是跟脚感 都是较为不错的 你踩踏那个瞬间 你发现动力的输出 扭矩的释放了 整个过程是跟你踩踏 这个电门踏板之间是 比较匹配的 关联性比较强 继续深踩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整个扭矩的释放呢 也是较为线性的 不会出现非常强的那种 炸裂感或者是 眩晕感 这个是我觉得舒适模式 给我一个 非常不错体验的一个地方 而且呢 你在低速跟车的过程中呢 也不会出现 频繁的突兀啊 车头扬起的过程 非常的接近一台 自吸的大排量的 燃油车那种 驾程的舒适感 在标准模式跟运动模式下呢 我觉得电门的前半段 整个调教呢 还是较为线性跟 平顺的 但是后半段呢 随着你电门踏板的一个角度呢 不断的踩踏的一个加大的过程中 你发现 整个扭矩的释放呢 开始会出现 不平顺 不陷阱的一个表现 整个动力给你感受呢 就是较为 炸裂 但相对来说 标准模式呢 还好一点点 它是介于 运动跟舒适模式之间 在运动模式下呢 整台车呢 整个 扭矩的一个释放 尤其是后半段呢 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阶梯感 毕竟它的加速 3.87秒 这个成绩在这个级别里面 其实也是较为优秀的 无论是舒适还是标准模式下呢 前后 电机的一个扭矩的一个释放 跟动力的一个输出呢 还是较为一致的 但是呢 这台车在运动模式下呢 你在二次加速 顺态的去踩这种电门踏板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整台车的这个前后电机会出现 不一致 会出现错乱 整个动力输出呢 会有一点相互打架的一个现象 自动方面的表现 这台车只要你松开电门踏板 载到踩踏 自动踏板那个瞬间 动能回收始终是参与工作的 无论是标准 舒适 运动 还是个性化里面的 自动踏板的力度调节 舒适 是适中 运动模式下 机械自动 以及动能回收之间的匹配关联性 不算突兀 整体的感受较为舒适 也会发现几个有点奇怪的地方 就是这一台车 在起步那个瞬间 这个自动踏板的前段 以及倒车入库 反复在电门踏板 跟自动踏板 反复的切换的过程中 前半段出现空一下那种表现 需要适应 另外呢 这台车在连进刹停那一下 会出现空一下 持字一样的表现 需要继续深踩这个自动踏板 才能提供足够的自动力 以及你所预期的自动力 这个你需要适应 转向层面 这台车型力度可以调节 比如说它有傻瓜模式 标准舒适运动 而且在这个个性化里面 也可以调节轻盈 适中还有沉稳 这几种模式可以调 具体的体验上来看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建议大家 放在傻瓜模式的这种 舒适模式下 会比较适合大家去日行驾驶 这种调教的这种功力 以及舒适度 日常的行驶呢 是较为舒适的 我个人也是比较推荐的 在标准跟运动模式下呢 这一台车型整体的感受呢 有几个点吧 是需要适应的 比如说 它的中心感的营造 确实做得不错 无论是低速还是高速的 但是呢 你在摆动方向盘 那个瞬间 你会发现有一股 很强的这种力矩 在阻止你 去转向这个方向盘 另外呢 这一下呢 会有点粘制 需要适应 但是往后打之后呢 整个转向呢 力矩的建立 回归阻尼 都是较为线性的 有手感的 无论是舒适 标准 运动 还是个性化 里面几种模式 你随角度越来越大的 摆动方向盘 你会发现 越往后 那个力矩越轻 很奇怪 需要适应 另外呢 随速度的一个增加的过程中 这个转向力矩的 一个阻尼的 一个回馈力度的一个变化呢 也是越来越轻 感觉整台转向 有点轻条这种感觉 需要适应 这台车型 有一个亮点啊 官方也是一直强调 它后轮采用的这个 踩埃幅的后轮转向的功能 这是12度的 后轮转向 另外在低速的时候 我觉得理论上呢 对于我们 到时候入各车方停车 输入地户 以及大小度转弯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它的转弯半径呢 能坐到5.4米 因为对于这台车长超过5米 轴距3100的色情来说呢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让它整个转弯 变得更加的轻便 更加的舒适 底盘方面 我看了一下这台车的底盘呢 全部都是铝材质的一个覆盖 50比50的组合比 硬件方面 这台车型前双刹臂 后多灵感 这样的一个配备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无论是在舒适性跟运动 跟操控方面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均衡的方案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级别的电动车都采用这样一个配备 日常的行驶呢 这台车虽然没有配备空气悬挂 但是呢 它配备的4DC短硬 可调的这样一个配置 走这种四倍颠簸路面的时候呢 整个底盘路面上 船上来这种振动的处理 其实有一点点 但不够强 没有太强的隔绝感 它运用大简直戴 坑挖路面 以及这种长的连续颠簸路面 对吧 整体的感受呢 我觉得底盘的动作较为 明显较多 所以一定程度上 影响车内的舒适性 另外呢 在过这种颠簸路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前桥有明显的振动 后桥有多余的颤动 所以高级感这个部分呢 做的相对来说 会差一点 尤其是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呢 这种表现呢 会随即被放大 侧心的抑制部分呢 小微幅度的弯道下 低速的情况下呢 整体的抑制能力 还是做的较为不错的 但是呢 高速情况下呢 整个底盘对于侧心的意志呢 我觉得做的稍微 还是有提升的地方 尤其是后半段 比较大幅度的摆动方向盘的时候 整个侧心还是较为强烈的 整个车身的一个摆扑 还是较为明显的 这个是小适应的一个地方 MH这个部分呢 这一台车型 日常的行驶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这一台车的电机的声音 环境隔音 做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 这一台车的底盘的噪音 胎噪 尤其的明显 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A2这个位置会有一点 漏风的现象 也是较为明显的 尤其速度在100到120之间 是比较强烈的 过这种连续电波路面的时候呢 这个中共台的内部 有异响的现象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别车的原因 如果是普遍存在的话 那真的会影响 这一台车的一个高级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的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一部自己LC的详细评测 OK的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一部自己LC的详细评测 我想说的就是这一台车型长版跟短版比较多 优缺点分明 但不可否认的就是 这台车型的产品力比较优秀 它的操控 它的调教 在国产信息里面做得相当的优秀 在起初的时候呢 就是上汽在高端的一次尝试 它并没有选择更受信赖 关注度更高的SUV领域 而是选择了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关注度的 一个豪华的纯电轿车的领域 而且呢这台车的定价目前也是不低的 所以呢可以看到这台车的软硬件实力 它的调教 它的功力还是较为不错的 这一部自己呢 它还是依赖阿里巴巴的部分的互联网的功能 而且呢在辅助这一块呢 它的这一套方案呢 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方案 但是呢目前实际的体验来说呢 它的辅助驾驶的部分呢 并没有实际太高阶的一个表现 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 有更高阶的驾驶辅助的体验出来 目前现阶段的体验还没有看到 我觉得它也是像是一期货 目前再来看 以我们这一台实测车来说的话 它有很多配置都属于炫技的 比如说车灯 比如说无线充电板那个升降 还有中控台的升降 还有车窗的一个控制面板 都是属于这种炫技的部分 但实际使用的过程来看的话 它并不是那么实用 如果把这一部分的配置给它省掉 换为比较常规的配置 那么这台车的成本就可以做下来 会让我们看到更多 关于自己这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力 我也希望未来再把它拿过来 看一下它过一段时间之后 会表现什么样子 我们能低看了 OTA对于一台纯电动轿车的一个感性 在看40万级的豪华的纯电轿轿车的时候 都去看一看试一试 如果大家看它的时候没有一点优惠的话 可以再考虑一下 自己L7 作为自己品牌的手腕产品的 一个产品力的表现来看 这是一部优秀的产品 但是它还有提升的空间 1 5 5 1 2 2 感谢观看